好莱坞3D科幻电影《环太平洋》在北京举办首映里 最受瞩目的红地毯环节 顾成为陆川 龚贝币 梁静等众多演艺界导演明星纷纷道场巨镇 而红地毯上酷帅的cosplay 鸡炸秀也引起了道场明星的极大兴趣 纷纷与他们合影互动 当天以身清纯白情 衣服黑色框架装饰眼镜 头戴礼帽的著名演员张静春 在影片放映前几分钟也匆匆赶到 放映结束后 导演陆川匆匆和众人打招呼后匆匆离去 年前张静初被指是小三搭上陆川 陆岛匆忙离去 难道是避讳和张静初同时接受采访吗 张静初否认道 那个完全都是 对啊 就是叫什么空穴来风 所以没什么可避讳的 为什么要避讳 没有的事 和风少刚导演合作过的张静初 是否有跟风导申请上春晚 没有没有 没有想过 环太平洋讲述了在绝经数十年后的人类世界 为了抵御海底不断出现的巨型怪兽 攻击沿岸城市 中国 美国 日本 俄罗斯 澳大利亚等环太平洋国家 组建了一个名叫贼欧的巨型战甲队 联合向怪兽发起反攻 谈及该片内地上映明星的宁致表示 对这类题材非常感兴趣 期待这部大作可以在暑期消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